在上世纪70年发生的对右自卫反击战中,我国第一代62式轻型坦克,就曾在战场上配合我军步兵,读取了大量关键火力点,并将越军使用的T-34坦克打敌全军覆灭, 对敌人造成了大量杀伤,62式作为我军第一代轻型坦克,已于上世纪90年代,开始陆续退出现役,但令人欣喜的是,62式坦克的接班人,已于2010年在西部高原现身,其后更是在桂林火车站出现,预计最快将于今年正式装备部队,但在如今美欧等国都早已放弃研发轻型坦克的背景下, 我国为何要研发新一代轻型坦克呢? 所以,本期美日点兵就跟大家聊聊我国轻型坦克发展迅猛,美欧为何放弃研发? 事实上,美欧等国一直称中国的重型坦克十分先进,对其造成了致命的威胁, 却从不对我国的轻型坦克发表评论,美欧这样的宣传,无异于想让我国只重视发展重型坦克,而放弃轻型坦克,将我国的坦克发展影向歧途, 我国的九十九市重型坦克先进步甲,但九十九市只是和我国北方平原地区,难以应付南疆的水田湿地,更不要说西部的高原山脉了, 这也是我国在重型坦克,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同时,仍在大力发展轻型坦克的原因。 更何况作为宣称重坦压倒的美国,在不遗余力增强自身重坦的同时,为了适应不同地形的作战需要, 已自行研发了,被称为FCS未来战斗系统的轻型坦克, 虽然项目最终被国会大脑砍掉,但却为其心意的轻型坦发展积累的技术, 如今更是在FCS的技术基础上,推出了被称为MPF和里芬的美国新一代轻型坦克。 可见美欧一代宣传我国重坦如何之强大,实则是在捧杀我国。 而对于俄罗斯,考虑到其远东地区糟糕的交通条件,不发展轻型坦克,应该只是因为没钱。 我国地幅辽阔,温度带涵盖了海带、温带、压热带和热带, 而地形则包含了高原、山地、平原、丘陵、盆地、雨林等各个种类。 根据测算,坦克对地面的压力小于70,即可适应我国南方及高原地形。 我军62式坦克勉强达到67.69KP,59式坦克是79KPA,96式坦克则达到80KPA以上,99式则更高,显然仅靠99式这类重型,显然无法满足我国如此复杂的地理条件。 况且62式轻型坦克,虽然在对越自卫板击战中,受到了不小的损失,但取得的战果也更大, 同时也证明轻型坦克凭借自身较小的体型,相对较轻的重量,以及强大的火力。 在我国南部及西部地区的丛林、山路、高原等地形中,有着中、重型坦克无法比拟的优势。 所以,我国发展新型轻型坦克,显然十分明智。 我军的新型轻型坦,重量约30吨左右,虽然超过了62式到21吨, 但在先进的总体设计下,新型坦克在保证与62式相近的通过条件下,防护能力大,幅提高。 况且如今复合装甲的大量应用,对于爆炸穿甲类武器的防御力大幅提高, 想要像机毁62式那样,站上新型坦克无意欲吃人说梦。 再加800马力柴油机,解气玄化系统,以及烟力传动能力应用, 新型轻型轻型的断光率,以及机动性和99A主战坦克一样, 同出世界巡舰水平。 我军新型轻型轻型装备了105毫米炮,配合新型物和金托克穿甲带, 2000米距离可以击穿约500毫米厚的云制钢, 再加上裂阶火控系统,和自动撞天机的应用, 新型轻坦的打击能力十分强大。 反观我国南疆和西部边陲,未来有可能成为新型轻坦的对手吗? 越职如今已经成的要靠自己金扎过活, 其装甲部队还在大量使用老旧不堪的T62、T55等元素连武60年代研制的坦克, 最先进的也不过是烂大街的T72坦克, 先不说其见到我军新型轻坦, 只有被炮炮穿的命运,数量还少的惊人, 完全不够我们练手用的, 而中南半岛上的其他国家, 更是入基地一攤糊涂,完全不够看的。 西部的印度三哥手中的T90倒是有一些威胁, 但我军新型轻坦能去的地方, 三哥的T90去不了。 三哥T90能去的地方, 我觉得99A也能去, 当三哥开着正面装甲只有四五百毫米, 挂满对脱壳穿甲弹没什么卵用的反应装甲, 穿着穿身撑死, 也就四百毫米的额是刚新穿甲弹的T90, 面对我真正, 面装甲厚度超过一米, 注意不是等下, 有着超过七百毫米, 穿身乌合金穿甲弹的99A时, 小冰冰在这里还是先为三哥烧煮箱吧。 所以, 我军新型轻坦凭借其先进的性能, 完全能够压制我国西南方向的潜在敌人, 更何况新型轻坦在机动性、 火力、 防御力这三点之间, 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平衡, 可谓是担尽世界最强的轻型坦克, 我国的南枪铁骑, 终于后地有人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